旅途继续啊 在我们出发之前的 我们出发之前的我们先吃一个赛的 这就是卡车司机的生活 我们呢再开个 我们预计今天晚上我们再开个两个小时呢 再开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 到那个看路 到看路不之后呢我们会去那个Costco Costco那去买点那个水果啊吃的 因为我这是这这个这次的生活的比较丰盛因为有朋友 有朋友在 不予乐乎对晚上必须的有酒有肉 对吧伺候 舒舒服服的 可是我毕竟是一天没吃饭 我从早上 这是一说是一说这个今天的历史那就比较夸张了 我昨天晚上打游戏打我今天早上7点钟 从7点钟睡到11点钟 然后呢就开车出来 现在是下午的几点钟现在是下午的三点四十四分 我们吃完这个赛外费开始上路再开三个小时到 那个CostcoCostco买点东西 然后我们再找个安全地方 过夜 我安静吃完饭 吃完饭 咱继续 上路啊 好了现在呢我们那一旦过了后不之后呢 接下来旅途呢就会很简单了 什么简单 整个去看都是爬坡爬坡再爬坡 我一直在大山里开 大家跟我一起欣赏吧 欣赏的美丽的风景吧 我们成功的把白天开成黑夜 再继续拍摄呢 今天的效果就拍不出来了 因为大家就知道我们人类 靠阳光 靠光来活着 如果没有了光 那人类 就是地狱 对吧 活着就没啥意思 对不对 连美女都没得看 有些人说了刚哥我看你的视频从来没出现过美女 对呀 可是我的视频里面 虽然你看不到美女 但是可以让你们想象到各种 你看到大山 你看到大树 他们都是有生机的 好了 我们差不多在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呢就到了Kamloops 这个时间的越往北开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地球这个维度 越往北开越维度越高呢到了冬天的时候呢这个昼夜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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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的以后越来越短 现在呢 这个光线和视频角度的观念呢 我今天的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明天一早给大家带来的是 贾斯波国家公园的美丽 雪景 我今天晚上有可能我们先吃点东西 喝喝酒聊聊天 过过年 给大家拜拜 哪个视频先穿哪个视频后穿的 大家开心的看 我开心的看 我是上个东西美老司机 那体验 美美不同寻常的 卡车的 早上好 有多长时间我们没有开早上起 怎么起 没事这次呢我们还是 我只是今天睡的比较足 我现在已经貌似是从昨天晚上10点那睡到了今天的 理由很简单 刚哥就是能吃能睡 对吧能干活 要干活的就干活 吃饭就能吃 该干该睡就能睡 这种感觉那就OK了 床儿一拉开那我们今天的开启了今天的旅程了 今天的旅程呢也是比较简单 今天我的旅程呢就是开8小时吧开8小时到Admonton 主要的想给大家看看今天外面的雪景 所以说呢 这一路呢 大家也跟着我的视频 欣赏的音乐 这期呢 我们差不多在开几个小时的就能到甲斯波国家公园 到甲斯波国家公园的时候 我再下来给大家 把那个甲斯波国家公园的美景给大家拍一拍 这个冬天呢有可能旁边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动物 冬天和夏天也不一样 有可能我会看到大慕斯 好 跟着我的视频 走起 已经做完了啊我们发现了我们的车灯的有问题了车都有问题的下期或者是下期找机视频的我可以给大家研究告诉大家一下 当你就车的时候如果说遇到这些 告诉大家车灯怎么修 哎只要发现是车灯的问题还是电线的问题你要有个判断 好了 发拉力加速起个步在起步之前把安全带挤好 准备好了吗 还用回 cola 大家 了大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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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的超车 有时候夜晚说明他开太慢限速100他开70对不对那我有时候就超了 但是有东西那就是需要 我给大家给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这个超车怎么超吧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说有两条路的能入录的耐心的等 等到两条路的时候 等到两条路的时候呢通常都是上坡 那上坡怎么办呢上坡你也没法 我这车也不能说是完载吧 那我这也 我这速度也想提起来 所以说我要超车的在上坡的时候超车呢也不要困难 所以说我经常喜欢的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之后呢 在这种单行 在这种那么单车道上 单行车车超超车的时候尤其在冬天比较恐怖的地方 你必须要的一车很 你随时准备 我刚才看到对面已经有车辆了 这是个非常好的超车的地方 但是他就没有机会了 这要玩胆大心细 你随时可以压点线 看一看 有没有车 接下来的10秒钟的我车对我的车是接下来10到15秒的我的对面是不会有车的 但是可是我的现在的路线呢 又变成了单 我这边又变成了单时间 所以也不能超车 你想想你抄这个车需要多少秒 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要抄这车我不需要30秒的时间 知道吧 30秒的时间 也靠看他的速度有多快 这个时候我不选择操作就是因为这是个弯道我看不清楚外面的那个 还不是视野不够宽广 我后面也有辆车 我后面也有辆车 因为这个线速100的时候呢不是说 这就是 山路驾 我不愿意跟在别人车后面 你跟着远了吧不合事你跟着进了吧你脸的建起来那相当的 我开了一下 我们这里有点 这时候我可以把我的导航打开了看看前面的路线 那我现在已经想好了 我现在已经想好了 我拐过这条直线之后,让过一辆小车就开始准备超速,哎呀,不行,让过了一辆小车之后,对面还有辆卡车,时间不够,所以说遇到时间不够,那真的就没办法了, 我本来说这时候超车,但是对面还是有辆,对面又来辆卡车,对面来辆卡车之后呢,卡车之后呢,又有辆小车,所以说我们的时间都没有过,没有充裕的时间,那我们就不要选择超车。 之后呢,前面呢,这时候也没法超车了,为什么呢,就是说我超过车之后呢,看到前面有限速牌子,就是到小城市了,所以说你那超过去了,之后呢,警察肯定就是这个,这个,这个,不管construction也好,还是什么样也好,就又不合适了,知道吧,现在上面跟你说了限速70公里了啊,好了,我们马上就可以超车了,为什么呢,百分之百的马上可以超车了啊,这时候跟进他, 我很讨厌这车,人家他妈的限速这时候50公里了,他他妈还要开那么快,还要开90,所以说这种车就应该欠抓 我呢,我是跟着他呢,因为我是因为这里有个超速的阶段 行了,赶快把速度慢下来吧,你再不慢,警察逗你了 二的呵呵的 这就是该快的时候不快,该慢的时候不会慢,这种人你说的对不对 过了这段了,过了这段,这段就是那个construction,然后呢,你现在再去开100 不是说他开,不是说这个车的不往快来开啊,是拉他拉那么多货的,他真的就是没法开 得了,行了,我们这些 这些视频就做的是,在加拿大5号公路上如何做到一个安全的超车 如果没去做的话,管我这个弯的就可以了 我这时候看会看我的导航 导航管我两个弯道之后就是一条直线 还好,就这个上坡,就这个上坡,我们要抄他一下 这个你卡车的上坡超车的,你和小车办法,你不是要降低档不是不是啊 你就看你的转速,只要是1500转就可以了 现在我是1500转,你说我再换个低档 没法超车,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超,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 超超的 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 不管他是什么车,他是动量在那摆着的 这时候我随时要调整我的那个档位了 我有时候我这档挂太快的时候的档的那个这个档的那个都反应不过来 我打卡我都挂上去了,他电脑反应不过来,所以说你要开赛车手的都要非常一个 这个牛逼的快点 这时候呢我们就一马平穿了 这种时候舒服了我们干嘛 这时候呢就是说 不过好像又没给他演示 演示在那个单道上超车 但是不演示了,没办法想演示,没演示出来,就说一定要不能着急 你如果没得金刚转,就离得远远的跟着人家 我刚刚不喜欢跟着人家走 我喜欢大家跟着钢哥走 对不对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引领全世界的卡车司机 那是一种什么概念什么概念 但我相信啊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楼外有楼,水外有水 我不是那最牛的 但我希望我可以做到更牛 这期超车的视频来先到这里 我们继续欣赏美景 我需要 看看 关闭 您 他 fed 您 您 您